NBA季前赛今天竟迎来了詹姆斯在胡仁主场的首秀,同时东部的老东家骑士队也迎来的新赛季首秀,并且对阵的是东西冠军热门凯尔特人队。 上下级詹姆斯先生下班班的表现让其他队友看起来都是拖后退的,不少媒体都非常想知道一旦詹姆斯离开,骑士队能打出什么成绩,今天这场比赛自然备受关注。 意料之外的是胡仁今天再次输球两连半,而骑士102-95轻松击败了绿军,而且几乎是全场压制。 半场结束时,骑士队领先到19分,下半场绿军开始发力,但也是在第四节替补大战时追回了些分数。 这场比赛勒福出战17分中砍下17分,四篮板,克拉克森巴中午得到12分,三助攻,胡德六中三得到10分,新秀赛克斯顿15分,奥斯曼11分,七篮板。 赛后勒福则表示,勒布朗离开后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新萨基会打得一塌糊涂,但你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具有天赋的球员,当他们得到更多球权时,都会变得更优秀。 当然你不能说是勒布朗一离开我们就变得更好,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,但现在大家变得更迫切的证明自己了,这种积极性会为我们创造更多机会。 按了福所说其实有些因获得福,虽然詹姆斯离开让骑士实力下降是必然,骑士球员的天赋和能力一直都不错,只不过之前都太依赖詹姆斯,难以激发出潜力。 如今反而所有人都更积极了,今天战,胜绿军的比赛全队一共13次助攻,所有人都在极力展示个人能力。 如果新赛季能好好磨合,一下打出团队配合说不准真会让人眼前一亮。 对此不知道大家怎么看,真的是詹姆斯离开版而成全了骑士吗? 对此